Hello 大家好 這一段影片就是 我是尖沙咀的三餐 相信大家都對這間碟心 代表一點都不陌生 因為這間夜室 一直都是做卡通主題的碟心 這些就是她的三排 這次她的主題就是Miffith 跟以往一樣 都是有幾版的餐牌 有Miffith 另外那些跟平時一樣 她的餐具 都是有Miffith 她現在就是 兩間店 連對面那間也是 她這間店 就是在對溫的三樓 308號 在電梯旁邊 就在Amica旁邊 就看到這間店 我就點了這個野狼蝦春捲 就是39元 炸得非常香脆 有很多蝦 不過我覺得她應該要隔隔油 因為她也頗多油蝦 煮了蝦也尚算鮮甜 以主題咖啡的質素來說 算是十分之好 這個就是Miffith 這個就是Miffith 煎蛋糯米雞 吃下去 她的蛋 就沒有什麼蛋味 不過呢 很喜歡她的糯米雞 也挺好吃的 就好像平時 在美心王供喝茶 那些糯米雞 那這個就是 黑魚子燒賣 就39元 那她的味道就一般 那蝦就不夠鮮甜 而且質地呢 都比較軟的 雖然她呢 就不是很流沙的 但是味道都挺好吃的 不會太甜啦 不會太激的 就有淡淡的蛋黃香味 甜甜的 而且呢 包皮呢 就有椰香味的 質地都比較軟熟 其實呢 這次吃來講呢 這一家的整體 味道的質素都上升了 那這裏呢 就是The One啦 那這裏呢 就是The One啦 有UG二樓中庭啦 地下露天廣場 和L二樓呢 都有這些LINE的 拍照點啦 那其實呢 就由7月15號 到9月13號 就已經開了的啦 那呢 它就由10點到10點啦 就是早上10點到下午10點啦 那它就會開房的 那呢 其實它這次的造型呢 就比起 往年的不同啦 多了呢 Brown的美奈 Choco的就 還有呢 它就多了 LINE 新的系列啦 就是那些 動物造型的系列啦 就有它的產品 在LINE STORE買的 在L二樓那裏呢 還有可以拍照的 不過呢 那張照片呢 質素都非常之差的 所以我就免得放上來啦 真的很難看 那這間 煙通卷呢 就是在尖沙咀 後腹街9號 去華國地下B號鋪的 那它就是專賣捷黑煙通卷雪糕啦 那它用的炮菇呢 就是那隻牌子的炮菇的 好 蘸好砂糖和花生 再即場 將麵團放在特製焗爐焗幾分鐘 跟著在麵包上 倒置牛奶雪糕 再加可可脆片 還有牛 還有朱古力醬 那它就是一個特色的麵包煙通雪糕卷啦 那牛奶味都非常之香 濃不會太甜的 不過呢 可惜就是雪糕因為比較容易融啦 那搞到呢 麵包呢 就軟了 煲菜外面都挺香脆的 那這一間呢 就是在尖沙咀海港食海運大廈 LCX3樓31號鋪的杜小月啦 有去開台灣的人都知道呢 是非常之有名的 那這就是它的餐牌啦 那這就是它的餐牌啦 那我就點了這個 那我就點了這個 這個阿平鮮鮪湯 38元的 那它主要呢 都是薑味啦 比較清淡的 比較清淡的 那它主要呢 柯仔味呢 就比較淡啦 而且質地都比較軟的 那這個就是古糟味露豆腐啦 那它豆腐的質地呢 那它豆腐的質地呢 就比較淡的 但是就沒有什麼黃豆味的 醬油味道呢 就黑暗的 甜甜的 的 就比較稠的 那這個就是 淡仔麵啦 就28元啦 分量非常之少 一口都吃的 很淡仔麵的 蝦又不爽 又沒有什麼味道 又淡肉味 只能蒜蓉的味道 沒什麼特別 那這個呢 就是櫻花蝦九層塔煎蛋啦 68元的 那它櫻花蝦呢 就少了一點啦 不過呢 九層塔的份量呢 就多多了 多到呢 加了一些冷口的就 不過呢,幸好他們的蛋味都很突出 所以呢,不喜歡九層塔的味道的人就不要叫了 這些布甸呢,就是在色漿七粒的武名cafe買的啦 那呢,我就選了鮮果味的啦 那它就是呢,有辣莓啦,士多啤梨啦,還有小紅莓的 那呢,它吃下去呢,那些莓呢,就挺酸的 不過呢,吃得出來呢,就不是藥水味和膠味啦 那感覺都挺fresh的 那這個布甸呢,就甜而不利啦 那感覺都挺滑的 還有呢,它很香奶味的就 好啦,那這次我就介紹著這麼多先啦 希望你們會follow我的instagram like我的facebook page,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下次再見,bye bye 嗯 你們 你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